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国电头跟国合计是同一个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哦 观众是在那儿呢 我还以为是搬个椅子在那儿做 原来是都在沙发上做 那么开始说了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届中国制造日的现场 今天我们的第二场 这名叫太阳的距离 大家听着这名字也就知道它是干什么了吧 我们今天请到的 都是我们国家在河方面的专家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了来自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的五位专家 这位是中核集团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以及整个中核集团的首席专家张天局老师 大家好 张老师还是这个国际回旋加油器组织委员会的主席 然后这位新小冯老师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福金项目部管道队核极管道汉工班长 著名的大国工匠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二三公司的 主要从事的是核电站的主回路的 以及这些辅助管道的这些焊接的 然后这位张成老师是中核集团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设备成造中心商务核成部副职任 同时他也负责了这个国际巨变实验堆的总装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张成 我是负责这个设备采购方面的 后面两位是来自于中广核公司的张涛老师 中广核的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的核导结构高级主管设计师 大家好 我来自中国广核集团 中广核工程员公司设计院 主要是在做核导厂房的图片结构设计 最后这位蓝千云老师是来自中广核的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 核导结构再退役服务设计师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广核集团 主要从事反应对厂房安全桥的结构分析评估工作 非常欢迎大家到来 现场由若干位的观众 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核能的若干问题 首先最基本就是核能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有很多人提到核能就是很危险 但是同时有很多人指出核能有很多好处 核能它跟传统那些能源相比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优势 什么样的劣势 核能你这个问题太大了 能说多少说多少 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都有很多顶级的专家 是吧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加合适一些 那么今天呢可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和例如和石油和煤和天然气等等这些 来相比的话 核电应该是说能量密度很高 它是可以一个规模的 有大规模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这个产生 所以如果相比较起来 你可以从环保 从它的经济性 从它的安全性等等各个方面 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对 例如环保的这方面 核电我们都知道 在产生能源的过程 它没有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它没有污染物的排出 如果在正常运行下面 这个放射性的计量 应该是说你天然计量的千分之一 或者说百分之一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坐飞机 你感受到的计量 可能比你在核电站旁边还要高很多很多 因此应该是说在环保的这个角度 综合性的考虑核电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那么在经济的方面 因为像煤这些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 所以它的一些经济成本方面 刚开始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中国虽然核电的路不长 发展的那个路不长 但是已经发展得非常快 目前就我知道电价应该是说跟煤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如果说你再考虑到雾霾等等一些综合性的 你还要去治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这个经济效益从整个国家来考虑 它会有它的优势了 更重要的是战略安全 因为作为一个核电 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发电 它应该是说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例如说核电因为这样的一个系统 是一个最复杂的工业系统 它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综合的工业实力 也应该是说一些大国竞争的一些政地 所以应该是为我们国家的这些安全保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正如总书记应该是 我印象里面在前不久有重要指示 核工业是高科技的战略产业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位 我们做核工业 核工业人也都理解得非常深入 我们学习也比较到位 所以核工业特别是核电 在最近的几年我们会继续地做好 我相信在一种综合效应的考虑 你考虑到雾霾 考虑到我们能源结构 一些优化等等各个方面 还是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核电应该是说 我们大国战略的必然那种选择 你说这个战略安全主要是指核武器吗 战略安全不仅仅能源安全也是安全 人口安全也是安全 那么当然国防有安全 所以你刚才提到核武器 我相信因为核能它与生俱来的 二战期间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也不回避 那是那是 应该是说这也是我们国防的 战略必须的 是吧 我们现场观众也都是资深的工业党 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 欢迎举手来提问 这又有人举手了 话筒呢 话筒呢 有人提问的话可以赶快提问 没有 没有我们到下一个问题了 这个 任老师我想补充一点 OK 欢迎 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已经很全面了 我觉得 其实我一直感觉清洁能源的占比 在整个我们中国的能源结构里面 占比比比较低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过分的依赖火电实际上是产生了 我们都知道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 而现在环境问题 我们知道习主席在世界大报告里也提出 这个三大工业战里面有一个是污染防治的 蓝天保卫战 这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 那么我刚好之前也看了一些数据啊 像这个我们的中港河集团在这个二十四台 在一个在意的机组嘛 到截止目前累计的清洁能源发电量是1万亿度 这个有几个数据可以大家可能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这1万亿度如果换成节约的这个标准的燃煤就是3.58亿吨 减排氧化碳是9.2亿吨 相当于直输造林是250万公顷 所以我就提几个数 看得出来这个清洁能源 这里面尤其是核电占比是最大的 因为风能和太阳能毕竟还是 它这个规模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发展核电 我觉得这个对于实现我们的这个污染防治的这个国家战略 也是非常有促进作用 对 而且我们那个国家也加入了巴黎协议 对这个未来的减排量是有要求的 这方面核电可以做出更加图书的贡献 因为在清洁能源当中 风能呀太阳能呀 它有自己的优点 但是相对核电来说不是很稳定 是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可以连用起来 这个当然说那个它最大问题其实储能 它这个不稳定的发电怎么把它储存起来 对它不像电池一样可以储藏起来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自从那个日本的福岛核事故 当然还有苏联的这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了 大家对于公众的这个一条核电 首先想都是这些安全问题吧 那能不能谈一谈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 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 我们是如何避免的 首先这个福岛核事故 它因为是福岛 它用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核电堆型 飞水堆型 这个堆型因为是比较老的技术 有很多的先天的缺陷和不成熟的因素在里面 当时候318的时候发生这个 那个9级的大地震的时候 造成了电站里面 它的这个冷却系统失效了 然后为了让冷却这个系统能继续工作 所以它的应急电源就启用起来了 但是很不幸 是个柴油机是吧 对柴油机电源 但很不幸的是 这次那个自然灾害是很多种灾害的叠加 不光有9级的地震 还有地震引发的海啸 又来了 一起来就把柴油发电机房给淹没了 所以造成了整个核电厂的停电 那这样的话 它的冷却系统就无法工作 造成了这个核的热量没法有效的排出 这热量聚集起来造成了这个氢气的爆炸 而福岛核事故另外一个缺陷 它没有设置安全壳 所以它产生的这个爆炸源 爆炸的氢气把这个放热性的核物质 给释放到外界环境中 造成这个核污染 它是以什么形式放出来的 是水还是气 它这个爆炸的这个蒸汽就带出去了 没有一个屏障把它给罩住 就是针对这一项福岛这个事故缺陷 然后我们的国内的核电站 特别是华龙一号的核电站 由我们中和集团和中和广和集团 联合研发的这个华龙一号 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一个改进 在首先我们制定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这个华龙一号的这个标准技术 采用了最高的一个标准技术 符合那个IEA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标准 同时还符合那个欧洲的 美国的最先进堆形的这个标准 在采用我们30年不间断的设计 建造核电站积累的经验 还有吸收了福岛的事故的一些经验教训 综合起来的一个集成的一个技术 所以造成了这个核电站技术标准非常高 具体现在比如说堆形熔断 它的概率是百万年一次 还有它发生大量放射性物质的这个概率是千万年一次 可以想象我们核电站运行的周期才是60年 那么一千万年才发生一次 一百万年才发生一次 它的概率可能性有多低 这个据我所知这个概率是比以前降低的一个量级是吧 对 它的标准非常高 它是最大的一个标配硬指标的 必须达到这个 而且它在那个地震的停锥的设置上 采用0.3亿的地震 0.3个G 这个标准就是相当于 0.3个什么 G就是重力加速度 0.3倍 那是对应多少级的地震呢 它可以抵御9级地震是没有问题的 就设定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然后为了实现这样的标准 我们也两家也采用了一系列对应的一个技术措施和改进方案 比如说设置了三道独立的这个安全系列 还有三道实体屏障 三道独立的系列的话 相当于有三个独立的冷却系统 每个系统只要你工作 能运行 就能把热量和反应产生的热量给循环排除出去 这样的话有三道那就是300%的安全余度 还有三道实体屏障也是 其中第三道实体屏障也是这个滑龙一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亮点 也是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采用了双层安全桥 设置了一个内安全桥 运力混凝土的安全桥 加上一层钢秤里 来抵御内部的这个爆炸和湿水事故 外部的安全桥抵御外部的灾害 比如说飞翼撞击 让两个安全桥它们的功能很明确 各自发挥各自作用 所以它发挥的功效更高 另外针对辅导事故产生的 因为刚才说的 才会发电机房不工作 我们也设置了很多种安全预量 增加这个安全预度 设置了三台应急发电机房 还有两个备用的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那个蓄电池 从各种方式来进行安全上的叠加 刚才我们不是有说是 辅导事故 因为你整个核电厂都淹没了 全厂停电 虽然在我们国内 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海啸 但是即使发生没有电了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也设置了相应的措施 就是这也是 华龙一号技术的另外一个大的亮点 大的创新点 就是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的结合 首先能动我们有很多的系统 注射系统啊 膨化系统可以减少这个热量产生 但是它的一个缺陷就是 必须是有外力驱动 就相当于说白了就是 没有电的话这些都不工作 即使你这些能动系统 它很成熟效能也很高 但是你没有电 它也摆在那干着急没有用 不过针对于这一缺陷 我们设置了非能动系统 就是利用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物理现象 和自然规律 当达到一定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它就触发它的功能 自动实现 比如这个在安全销上挂了一个 二次能动水箱 非能动水箱 当发生事故的时候 水箱会利用水的重力自然注入 就像没有气一样把货给扑灭了 我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像游戏里面被动系统 它是自动触发的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动和非能动 这个名字取得不太好 因为你说一个东西是能动 另外一个东西非能动拿的好 常识肯定觉得能动的好 因为我们老是说主观能动系统 但是实际上在这是非能动的好 非能动的意思是有不效外力的 对 你们有没有想补充 没有 观众有没有想问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 中国核电的技术来源是什么 是我们当初在多少程度上吸收了 其他国家的技术 在多少程度上来自主研发 我先回答一下主持人 我们第一座核电站是我们秦山一系核电站 那是我们是自主建造的那30万年 后来我们慢慢 那是哪一年 是72年 几个70年代开始建的 然后是后来我们慢慢引进了 这个从法国引进了这个M30的技术 包括中核广核都在大批量建设 这个这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两个核电技术 后来我们也引进了这个 特别是三代招标 我们引进了AP1000的技术 然后呢中核集团跟中广核集团 后来我们通过自主的这个设计 引进消化吸收 这个研发了我们自主知识产品的这个黄龙一号的技术体系 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大概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一个背景 一个脉络 因为这个也给这个观众方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所以应该是说核电从自主创新引进消化 那个从一代二代三代到四代 那个应该是说在这里面 中国一直是一个 作为一个一个自主创新是一个主线条 这个特别是这个有了黄龙一号 我在这我想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2015年6月15号客家政理到我们 中国核电工程研究公司视察说的一句话 叫你们在驻国之重器 这个你们为我冲一下我为你们扬名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们15年5月7号我们福清5号 华龙一号的全球首队正式开工 然后今年4月28号冷市顺利结束 预计明年可以这个顺利发电 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福清5号的作为华龙一号首队 我们也是创下了这个全球首队的这个最短工期的记录 另外呢我们这个核准报告的时候 国务院核准的是国产化率是不低于85% 我们现在统计下来呢我们国产化率是88% 只有少量的这个元器件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部件是从这个国外进口 但这些进口呢我们国内都具对这个研发能力 然后呢也向大家报告一下 这些是不受制于人也不会受到卡脖子 所以说这个核心技术 对核心技术是最关键的不能受于人 受于人就要被卡脖子 嗯 这个 这个我想是大家 所以这个确实是 我高兴听到一个消息 一代一代的 这么下来 刚才提到的是三代堆 那么国家的能源战略上 我们技术上仍然是有储备的 也是我们后面进一步怎么样发展 是 例如那个四代堆 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我们在12年就建成了中国实验快堆 那么这是有希望把油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几十倍 哦 是说可以用到油二三八了是吧 那个具体的技术过程我就不在这解释了 是吧 ok 那个我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核电的一个应用的前景啊 随着技术的进步 一代堆 三代堆了 现在四代堆了 那个应该是说安全可靠高效 那个这样的一个能源体系 嗯 杨老师刚才您问这个问题 我也有点看法 就关于这个技术来源问题啊 实际上我想拿我们华龙一号来说 就是我们两个集团研发的这个 嗯 嗯 它核电技术讲究一个成熟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说你可以有一些先进性 先进性就是为了使它更安全嘛 对 但是绝不能抛弃它的成熟性 是的 成熟的技术 嗯 所以说华龙一号实际上它是 把我们知道西乌还有它有 美国有AP1000嘛 嗯 这都是三代堆 然后法国的EPR 我们是充分吸收了这两个堆已有的这个成熟的经验 再加上自己研发的一些 进一步提高安全性技术的这一套的一些技术 在走区的过程中我们中广河也是在英国项目上 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嗯 大家都听过 嗯 说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这个李同章跟慈禧太后汇报说 老佛爷 老佛爷给我们修铁路来了 嗯 是 现在是这个英国首相跟这个英国女王汇报说 老佛爷 中国人来给我们修高铁建核电来了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应该是在 嗯 这个是习近平和当时的这个卡美文首相一起签的这个协议 这个英国的核电项目应该是在中国在英国 嗯 投资的最大的一个单体项目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最大的能源项目 哦 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是包括了若干的长纸啊 嗯 然后其中霍拉多维尔币长纸就是以我们中国的华龙一号技术为英国的 嗯 这个英国项目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叫GDA审查 嗯 对 这个审查就是你想在英国建核电站 那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GDA是什么意思吧 这个还真是 Genderal Design Assessment Yeah Genderal Design Assessment 通用设计审查 嗯 这个审查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说你想在英国建核电站可以 必须先通过我的设计审查 所以设计审查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基本上标准的来讲就是五年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设计要省五年 嗯 分四个阶段 第二它范围非常广 所以我们现在省到第一年了 我们现在是第三年 嗯 对基本上 所以还需要再省两年 对 所以观众肯定很多人都在问嘛 我们不是说早就在这个英国建核电站 现在还没动过啊 就是因为这个 对因为这个这个 这个BRB长址的工作也已经在做 但是这个审查也在同步推进 第二就是它审查的范围特别广 嗯 不只关注你的核安全 嗯 包括你的常规安全 哦 它是一个综合的屏幕 嗯 再有一点是这个审查 有人这个戏称啊 是全球最严核电审查 为什么呢 哦 英国人他审的时候 OK 我英国安审当局如果我不懂 没问题 我请全球懂的人来审 嗯嗯 我自己专家审也不够 那我就把你提交的技术材料 嗯 除非你有技术秘密的给引掉 剩下的我都挂到我官网上面 嗯 所有通过internet都可以连接进去 对 公众都可以看 感兴趣的都可以有问 嗯 我们还要回答 嗯 所以在这种体系下面 这个我们刚才您也说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完成了 即将完成第三阶段吧 嗯 嗯 从这个效果来看 基本上英国对我们华龙号的技术 还是充分认可的 这个 还有两年第四阶段 基本上是一些详细的一些论证的过程 嗯 这个意义在于 这个英国核电审查 它是公开透明的 嗯 通过了审查不仅意味着 你可以落地英国 嗯 更意味着一些潜在的新型市场 嗯 它关注你这些事 它就像一个说白了像敲门转一样 是 你拿到了英国的通行证 嗯 基本上你就拿到了全球的通行证 它有这样一个概念 嗯 这个非常重要 对 希望这个早日通过这个审查吧 对 这个审查的关注度的确很高 特别是面对公众方面 嗯 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就是它各方面都有评估 嗯 比如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建这个长指 建一座核电站 对蛇的迁徙有没有影响 嗯 那附近的居民看一下 嗯 这个季节 我这地方这个鸟飞来 那你建了核电站之后 明年它不飞来怎么办 对 对我的这个感官有影响 嗯 那这个你要评估一下 嗯 所以它 它们在各方面要求的非常严 是的 这个 确实 非常不容易 对 说起来中国制造 是吧 那个 这个 是一个 我们感觉到的 发展 进步了 但在背后 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的事情 是 包括中和集团 这个 海外的手堆正在见 嗯 中和集团 国内的手堆 应该是说进程 非常顺利 是吧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故事 这个 这个也向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广和的同志人在介绍的这个 英国的项目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 中和集团啊 我们那个海外走出去的 这个卡拉奇这个K2K3 已经 今年也即将完成这个老世界 那个是在巴基斯坦的项目 那个是已经在见 嗯 然后也就是在国内这个 开工前后 嗯 批准的项目 这也是我们 嗯 中国在海外投资最大的一个核心项目 然后目前它呢 相当于是出口了30万辆汽车的产值 嗯 这个相当于是一台机组呢 建造期间能带动100个亿人民币制造 跟设计的服务 嗯 然后如果是全周期60年来看 嗯 那大概相当于1000亿的一个产值 嗯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它确实的拉动比较大 嗯 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说到一些就是对于国内制造业的推动 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8 88背后的故事是非常多 哦 这个88 因为核电厂的关键的设备 因为我们 福清五五六我们是14个关键设备 首次国产化 嗯 特别是其中的主动啊 嗯 主动我们刚才这个说的 我们08年之前 国内没有 就国内的所有的主动都是进口的 哦 但是08年的工程公司开始负责 综合工程公司负责总包项目 嗯 嗯 我们呢 就明天认识到这个 这一定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难点 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福清一二 然后一开始只能做电机和蹦壳 后来福清三四 慢慢的有一些这个这个核心部件能造的 嗯 到福清五六 嗯 通过我们这个华龙一号全球首队 我们实现了主动的完全的自主设计制造 嗯 而且这个国内的主动的共方 在我们的帮助下也拿到了和安全局的设计制造许可重 这个其中呢就是非常艰辛 因为国内这个相当于是国内这个方便的 不管是制造技术 制保还是设计管理都比较弱 中和集团呢 包括工程公司 我们从这个事情 然后从我们建立了一个帮扶体系 从既存管理人到工程公司的领导 到中和集团公司的领导 成立了一个主动国内化的专项组 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几年的帮扶 然后这个主动现在已经不会成为我们将来 后续卡布的一个关键的平均 嗯 所以像大家这个就是关键核心技术 我们能掌握了 我们才能顺利的走出去 嗯 这也是这个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这个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的 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 嗯 是的 不仅仅是设计 也不仅仅是关键装备 嗯 不仅仅是核岛 嗯 是每一个细节 嗯 每一道工艺 比如说我们小明 他能焊出来的他就行 嗯 您焊出来不一定行 是吧 对 对 因为整个核岛这个 关键的这些设备 包括这些辅助管道啊 这些等等 嗯 都是我们整个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 到我们底下的安装 嗯 都有整个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 非常严格的流程 对 有非常严格的这种质保体系 嗯 有底下这些施工的专业技术人员去把它干出来 嗯 所以说有句话说的好吗 嗯 质量是干出来的 没错没错 你最关键的还是要底下去执行 嗯 说的非常好 我想这可能不只是这一个技术本身 而且是整个一个自主创新的一个模式 嗯 非常感谢 那么下面 前面我们谈的都是核裂变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非常关心核聚变 而且呢实际上 像中和集团也有一个西南研究院 对吧 这个就是做核聚变 最近呢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 西南研究院全部再建一个东西 叫做环流期二号 然后也有很多人来问我们这个科技员这期节目 环流期二号是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快实现核聚变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飞上行程大海道路 还没那么快啊 它是一个核卷装置 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呢 它跟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个East 它是属于同一大类吗 它都是托卡马克吗 应该是同一大类 嗯 都是 约束 巨变 磁约束 对对 这边采用超导 嗯 不同 就是磁场的不同形式 那么 还是得说一下 刚才 裂变了一代堆 两代堆 三代堆 这个巨变 嗯 我上本科的时候就说 50年以后 应该是可以的 我本科毕业是1984年 嗯 那么现在还是说1984年 还是说50年 50年多年以后 不过我现在比以前说50年就又乐观得多了 那是哪 也有可能 由于我们中国的加入是吧 可能这一场大的游戏里面 中国的加入会大大的推进这样的一个进程 是 也有可能50年也许能够更短一些时间 是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就是说 它一样的跟裂变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么过来 嗯 那么随着中国 我们 像这Eater 我们加入了 嗯 主工艺的设备 我来解释一下 那个Eater就是国际巨变实验堆 是国际上最大一个合作的项目 是在法国在建的 对对对 是国际上很多的国家 包括法国 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是吧 一起联合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堆在法国的南部 嗯 那么目前主工艺设备 通过各国的努力 已经制造 应该是说 帮 帮台套啊 很多都已经经过测试 嗯 那么 测试完的总体安装 嗯 很高兴的是由我们 综合集团 这个 我们22公司 就是你们 这很好 还有也有 负责关键人 也有管和也有 设备要什么的去安装 嗯 这个正好 这个报告下就是 这个刚才啊 这个刚才您 呃 张老师说就是 Eater项目 嗯 设备我们供了一部分 核心设备的安装啊 嗯 这个我们综合集团组成了一个联合体 嗯 综合公众公司嵌头 二三公司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嗯 董黎兹斯斯 还有这个法国 啊阿哈法做我们的合作伙伴 嗯 这个核心设备相当于是这个 核电站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反应堆 嗯 相当于人类的心脏 对 这个设备呢 我们联合体前头方 纵了这个标 嗯 也相当于是对我们的这个 工程总 gospel主任 嗯 尤其是我们还有50年的核聚变技术的跟踪 特别是我们的国际化的一个视野 得到了欧洲 最先进核工业国家的一个认可 这也是 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核工业 这么多年发展的一个认可 这是相当的不容易 因此大家对离太阳有多远 巨变还有50年还是什么 大家不用过一杯光 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因为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确实也非常惊讶 因为这个伊特是在法国舰 但是最后这个总装落到中国的手里边 这可见我们在这个核巨变方面 确实已经拿到一个国际先进的水平了 但是也希望由于中国参与 使得核巨变可以早日实现 然后张天轩老师 他的专业实际上是加速器 这个是一说到加速器 现在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 吵得沸沸扬扬的 高能物理所提议的 一个超大型的加速器 请问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超大加速器 先说什么是加速器 这个一说起来话太长 今天坐在这五个人 他们有四个人在搞反应堆 只有我一个人做加速器 核科学技术就一堆一气 反应堆和加速器 六十多年前原子能院是一堆一气 说代表了中国进入的原子能时代 可是这加速器很多人其实也不了解 它的能量范围很广 它加速的粒子品种很多 因此它应用不仅仅 刚才说到这些超大型的加速器 应该是说从小型 从低能到很高的能量 那么针对您刚才提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加速器 是非常需要的 那个超大型的加速器 瞄准的是什么呢 是标准模型以外 还有什么物理 按物质等等这些 我们搞基础研究的人 都是一想就非常激动的事情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人类去探索肯定是需要的 但也是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付出努力的 我相信不仅仅中国一家来做这个事情 我是说中国应该是得到 就像Eater一样 应该得到更多的国家一起来 共同的力量 才能够把这样一件事情办好的 那么我个人我更主张的 你看像联合国IAEA 就是国际原整能机构 统计是全世界上加速器有三万多台 做这种刚才说超大型做前沿科学的也就两三百台 这个还不能算像这种超大型的别太大的 两三百台 那我们就应该更加去关注这些跟我们民生非常密切的和和平利用原子能 是吧 我们合技术应用更多的这些加速器 它都能够再做些什么 如何的安全的很好的给它利用 所以你今天提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确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确实很多人提到加速器他不会想到这东西其实是一个民用也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像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名将李宗伟不久前得了鼻痘癌 那个东西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质子加速器来治疗的 而且已经治好对吧 是这样的 这是您提到的这是加速器应用的一个例子 刚才提到加速器在前沿科学里面可能在国家安全里面都有很多的应用 当然它在大众健康里面它也发挥很大的作用 您知道的这个质子治癌是那是泛流的一种 泛流常规的泛流有光子电子直线加速器做这个光子的治疗 那么这个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能量成绩的分布不是太好 如果用质子治疗刚才您提到的 它怎么就能治好了呢 是因为质子治疗它的质子素在物质里头的传播 它是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风 这个风叫Black风 这个Black风的位置就代表着能量成绩最大的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深度上的一个定点爆破 所以如果你癌症病病在不同的深度 那你就调节不同的能量 使得你质子素瘤刚好就到那个地方 它就能够爆破 所以这就是一个通过精准的调节能量 来实现精准放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物理学原理 但是可以想象后面的技术 它这个要求它还是很高的 其实在好几十年前 回旋加速器发明以后没一两年 就开始有人尝试用质子素瘤来做治疗 因为这个物理学原理大家是认识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并不好 因为你精准是好事 可是技术手段达不到你一样精准不了 那么随着到了这个年代 21世纪了 我们很多的技术已经掌握了 已经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精确的来调节能量 调节计量率等等这些 因此对于一些很特殊的 例如你脑杆旁边的这个肿瘤 脑颈部肿瘤 你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不至于你把脑杆给造了 使得这个人可能生命是存活下来了 但是你的思维甚至你可能已经是 就是有很大的其他的那个副作用了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听到加速器 不要只觉得它是用来做基础研究的 或者单纯是花钱的 实际上它对于我们的民生 对于健康也是有很大的价值 能够想到这点就已经很好了 是的 因为像中国每年现在有癌症病症 新增的癌症病症大概有400万左右 大数说400万 那个存量呢 肯定更多 所以如果说像自治自癌这样的一些高端的放疗 能够逐渐逐渐的大众化 汇集大众健康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工作 作为我们综合集团央企的这种社会职任 那还是一个我们应该来做的事情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这个由于这个时间快到 我们赶快先来做一个抽奖 是吧 我们要抽的礼品就是这个 由咪谷提供的中信书店会员卡10张 这个抽奖的问题是 今年是第几届中国制造日 我们要提示一下 大家要输入的是三个字 不是一个字 而且呢 要输入这个中文的数字 不是阿拉伯数字 你说这今年是第几届 我们一开始已经说过了 今年是第四届 所以就请大家来输入这个这三个字 然后这个速度最快的前十名网友 能够得到这一轮直播的神秘大礼包 咪谷提供的会员卡10张 这大家说了吗 好 由系统来决定这个前十位网友来获奖 那咱们抓紧时间继续聊 你说这个我们的原子能院建了一个国际上最大的 紧凑型强流质子汇旋加速器 请问这这么长一串 这个紧凑型强流质子汇旋加速器 这个是什么意思 哇 今天这个问题全 我太多了这个问题 加速器的类型非常多 国内也有非常多的单位做加速器做得非常好 包括中科院的高能署 进入署 上海署 那么原子能院也在加速器方面也有一定的工作 做得 例如说在回旋加速器方面 我们做制止 制止回旋加速器 这个紧凑型高功率 这个是又做小功率又做大 这个难度比较大 是吧 那么我们很高兴的是 2014年我们建了这台紧凑型的100MAV的回旋加速器 这个MAV就是M1V就是百万电子福特 对对对 就是代表能量有多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加速器 应该是说在紧凑型加速器 在国际上这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做出来以后 调到去年是2018年 调到了速流功率是52个千瓦了 应该是说在国际上同类装置还是最高的 这个最大指的是它的量度最大是吧 对它的速流强度 就是它的指标往往就是用功率来说 那么速流功率确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的用途非常广 那个例如说这几年 这两年 那个大家谈到芯片很多 很多特殊领域的芯片它的研发 这样的过程呢 目前用在原子能研究院这样的制止 浮照是唯一的一个很好的条件 那么这是一个应用的例子 另外一个应用的例子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自止致癌 这样的技术 我们目前正在做超导的 230MAV的 230百万电子伏特 这样的超导加速器 可以就直接的装在医院里面 因为紧凑型它做超导技术以后 更加紧凑更小 就是可以装到医院里头 它技量率又非常高 适合于中国病人多 西方的可能大家都觉得 国外的东西都很好 也很成熟 可是你要想中国的病人是 到医院里头躺在那 每三分钟一个病人进去排队的 所以西方它可以是慢慢很长时间治疗一个病人 那你如何适应中国的这个需求 还是需要开发我们自己的 适合中国目前这种情况的一些创新的技术 非常感谢 最后请问一下大家在参与这个核电的这个发展 核电和这个核反对的这个发展 大家肯定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我来讲一讲吧 因为刚才讲的都是一些这个 比较高层的一些设计之类的 因为这个像这个关于这个 核电的这个建造啊安装 是我们这个单位的 比较主营的一个业务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 也许三十多年没有间断 一直在从事核电这个 安装的一个企业 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经验 其实从最开始呢 三十多年前 咱们在跟着法国人去学着 干的 然后人家带着咱们干的时候 对 再一步一步的 然后咱们自己建秦山 然后再干这些核电 然后到现在我们的自主创新的这个 滑龙一号第三代核电 也是我们作为国家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再到我们的第四代核电 一步一步的发展过来 这个都是进步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我谈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场 从我焊接的角度来说 这个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从最开始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是跟着法国人去学这个 雅虎汉的这种焊接技术 什么焊 雅虎汉 OK 是我们现在在 对对对 是我们现在在焊接这个核电领域里边 非常就是常用的一个焊接方式 到我们在跟着他们学这种大摇摆的这种手法 到我们现在呢 然后包括我之前14年参加比赛的时候 也是包括有法国这种比赛 什么比赛 就是国际技能的这种竞赛焊接的 OK 然后回过头来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再去跟人家一笔那种差距 是完全形成一种碾牙式的这种差距了 你是说你的技术比法国人高多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个动手能力 确实要比他们强多 好啊 因为我那天是拿到雅虎汉这个单向的一个第一 再到现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手工的这种焊接 然后已经在开始研发了很多种这种 包括我们的大后臂的这种管道的这种窄间隙自动焊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也应用到我们这种 这个核电站的主管道的焊接了 还可以应用到这个二回路的焊接上面 包括一些钢浮面的这些焊接技术 包括我们的这种二氧化碳自动焊的这种焊接技术 也都在研发之中 这个就是我们包括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取得的 非常显著的一些成果 包括我们在这个核电安装的这个过程中 包括我之前干连运港的那种俄罗斯堆形 我已经参与建设了13座这种堆形了 其实那会印象最深的就是干俄罗斯那种堆形的时候 用他们那种焊材 包括他们那种钢材 核心钢焊接难度非常大 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 因为你按照我们常规的这种平时练习的这种手法去操作 烧出来的这个东西经过射线检测之后 全部都是缺陷 这个就感觉很差异 等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 经过慢慢自己这样去摸索 然后去总结经验 慢慢的去总结出一套自己适应的手法出来之后 然后才感觉到他们这种焊材是真的很难用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难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那种极产生气口 它这种在我们常规的这种操作手法里边 你很难控制它 所以后来就根据自己这种施工经验创造出了一种 就是摸索出来了一种这个比较独特的一种手法 就完全区别于我们目前现有的这种 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欧洲的这种焊材这种焊接方法 你新创了一种焊接手法 对对对对 然后再到现在 然后到最后把它完全掌握之后 然后去把核电站的整个主管道给干下来 然后达到一个总体来说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个人来说还是达到百分之百了 但是总体的这个过程再到我们的自动焊 应用到我们这个主管道焊接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 是最难忘的一个 因为你纯靠我们的手工去焊接它 有些时候这个质量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控制的 因为人的情绪啊 包括你的现场的环境等等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质量 最终的质量会形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 因为其实这个质量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这种技能人员来说 这个质量对于核电来说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质量你干好了 你才能保证你这个核电厂的这些所谓的管道 它正常的一个运行在接下来60周年 一个运行周期里边不会发生这种隐患 非常感谢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伊特的总终要交给中国人来看 我们好像有个观众要提问是吧 你好 我想问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接着那位 就是恨街道的工程师的问题想问你一下 咱们人类从就史前文明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以烧开水的方式获得能源 想问一下咱们用太阳的这种 太阳的这种方式 我们还会继续烧开水吗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想请教 就左边的三位那些加别 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除了以核工业 不是简单的这种 就是专门的一种类似的设备这种制造 就是我想问一下 核工业的副产品 有没有一些辐射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比如像浮罩的灭菌之类的这种技术 有没有一些辐射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谢谢 您来 您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烧开水的问题 实际上烧开水是一个能量转化的方式 不是产生能量的方式 就是你会发现无数多的发电 最后都规矩于烧开水 那是因为它最好用 不管是核裂变还是核聚变 至少核聚变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烧开水 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就是这个 至于当它以后取得更大的进步之后 你有可能会采用其他更好的方式 但是那是以后的时间 我们现在第一步还是先争取实现了核聚变 然后去把它发出电来 在第一步我们肯定先用一个成熟技术 就是烧开水 但是真正关键是在如何产生能量 不是如何转化能量 所以烧开水并没有什么好嘲讽的 我们就努力的去烧就是了 以后有可能会有更好的 是 我来回答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跟核相关的一些设施 它是被包裹在我们的反应堆安全窍里边 是和外界环境完全是隔离的 就没有不会辐射到外面 同时它产生的一些核废料 也有专门的一个处理和掩埋措施 那么根据刚才那边我们张作也说了 就是根据这个测量数据的实际的统计 在核电站周围工作的这个环境 它的一个辐射剂量是0.02毫夕每年 0.01毫夕每年 我主要想指的不是说 咱们在工作环境里的辐射 而是说像咱们浮罩的灭菌 像浮罩的一些加工 有哪些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 这样可能这方面刚才可能你稍微有点问题 有点模糊 因为你提的这个 一个是你要防护方式性 一个是要利用方式性 实际上你的问题是要利用方式性 前面我们提到的核电核电站 大家都很害怕我们要防护方式性 使得它对周围的影响非常小 只有我们天然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 但是你现在讲到的是如何利用方式性 是吧 那么如何利用方式性 更多的可能刚才讲到堆更多的核电 那么其他的一些非动力的核应用 核技术应用 大多数是利用加速器 例如说你刚才说消毒灭菌 就让我想起来一二十年前 那时候炭菌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吧 这个你收到一封快递了一打开 你一呼吸完了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 所以对油件的消毒灭菌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对医疗器件也有需要消毒灭菌 总的来讲消毒灭菌的用途非常广 那大多数用什么呢 主要是用像古六十啊电子直线加速器啊 这些低能加速器 但是它用途非常广泛 就我刚才提到全世界上有三万台加速器在使用 那么这三万台加速器里面呢 有一半是用于医学的 大概有另外一半是用于工业用的 你刚才讲到消毒灭菌啊 就是工业应用的一个方面 是非常多 目前在国内外啊 特别在国内这几年也非常普遍 包括咱们管河也在做是吧 不仅仅说中河一家在做啊 在国内有很多的家在做 当然每一家有它自己产品的特点啊 有的呢就是功率非常高 例如我们做二十千瓦三十千瓦的 大功率的电子辅照加速器 辅照加速器干什么呢 其中一个就是消毒灭菌的 当然也有材料改性的 也有医疗应用的 各种各样的应用啊非常多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它是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放射性的应用 不是来自核电站 核电站它是希望少泄露 但有一个东西它是就是核电站放出来最多 大家都在用 就是中微子 就比方说大亚万中因子实验 那个东西就是王一方做那个 发现中因子枕荡的 为什么那个东西很重要 他为什么要见到大亚万 因为旁边有核电站 他接受的中一子就是从那核电站出来 这是少有的一个利用的核电站产生的辐射 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非常感谢观众提供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 实际上我们有无穷多东西可以聊到这 只不过这个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希望我们下次再好好聊 非常感谢大家观众的热情 过年了大家好好喝开水 谢谢 谢谢